看完这个房子 大部分的豪宅都可以扔了 光这一个前院 就顶得上两个后院 而且是两倍的面宽 批量化的装修 跟这个装修 真的不是一个级别 这里甚至每一扇门 每一个花纹 都是经过了精雕细琢的 可能有人觉得 我说这个话比较夸张 咱们暂停说一个细节 进门的这个光照 它上面的吊顶 是用了一定的弧度 里面是弱光 而下面的这个吊灯是强光 吊灯上的几十个灯泡 不是直射出来的光源 而是通过下面磨砂的亮片 折射出来的光源 相当于加了一个滤镜 光线既能散开 又有由暗到墙的一个背景 另一方面 这边有一个两层楼的大条高 会有自然的光进来 但是直射的光线 抢不走散射的光线的效果 这是一个细节了 你看它每一块区域 用的都是不同的装修和风格 像这个地面 用了48×96的大砖 而且花纹是经过了拼接 在酒柜的这边的地面 和这种吧台 又是用了不同的风格 每个区域都是经过 精心的设计和打磨的 这边是一个电影院 壁纸的花纹和吊顶 呈现出这种暗的夜空的效果 穿过这个走廊 对面就是一个大的推拉门 来到了它的客厅 和这个房子的厨房 大家可以定格一下这个画面 看一下它的这个设计感 厨房跟客厅又是怎么搭配的呢 客厅这边的比较亮 厨房那边比较暖 这个房子呢 还有一个中厨 咱们从这边的大推拉门出去 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后院 因为它的地势会比后面的房子要高 所以是没有遮挡的大片的天空 呈现在眼前 这个设计师真的很棒 咱们穿过这边的走廊 你看它的地面 从刚才的地板 又变成了瓷砖 而且呢 这里是一个电梯 可以上到二楼 卫生间也是用了不同的风格 虽然呢 各个区域的风格都不同 但是搭配起来呢 非常的和谐 这边是一楼的一个卧室 明亮的采光 带有客厅 窗户就像挂了一幅画 这边是一楼卧室的卫生间 它的窗户都特别的大 非常的高 在这间卧室的对面 还有另外的一间卧室 所以呢 这个房子在一楼是有两间卧室的 每个卧室都有独立的卫生间 拼接的地面和墙面 非常的费人工 就是为了出来这种设计感 哪怕很小的一块区域 这边呢 是它车库中间的这样的一个区域 两边的车库是相对的 弧度旋转的这样的一个大楼梯 它用了地板的材质 而且底下的边缘是白色 在栏杆的中间 加了一个金色的装饰 英国皇家的那种感觉 庄严和大气 上楼了之后呢 右手边就是它的主卧 双开门的通过一个长廊 我们来到了这个巨大的一个卧室 这里呢 虽然大 但是又感觉很温馨 窗户外面的绿色植物和远处的天空 阳光洒进室内 坐在沙发上 看一会儿书 在主卧这边的卫生间呢 它有了浴缸和占浴的一个配置 梳妆台和两个洗手池都是独立的 洗浴的位置有很多放东西的空间 这边呢是它的衣橱 挂衣服的地方都是用了玻璃的橱柜 不用打开门也能找到自己想要的衣服 非常的细节 出来之后呢 右手边是一个廊桥 也叫二楼的一个客厅 两边都是这样的一个大条高 整体出来的这种空间感非常的棒 我是在洛杉矶做房产的Chris Liu 咱们继续看 这边呢 还有额外的一块区域 放了张台球桌 这个房子从每个角度看出去都可圈可点 这边呢 是另外的一个次卧 也是有独立的这样的一个卫生间和衣橱 出来之后呢 咱们再往前走 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健身房 里面还有一个桑拿房 所以这是一个二合一的这样的一个配置 这边还有两间卧室 所以它一共是六房的 你看卧室的风格都是不一样 上面用的吊灯 用的地面 甚至它的卫生间 还有镜子的形状都是各具特色 这边呢是它最后的一间卧室 这个房子呢 如果要用一个形容词的话 就是高级 你不能说它奢华 这种呢就是在庄严中显出的一种大气和精致 而有的地方又透出了温馨 尽量的地方就是沙净的一种大气和声音 可以让它尽量的在庄严中 能发干什么